大家好 今天是1月24日星期三 今天的市場又升跌又跌跌 因為市場受到中國是否出2萬億 來託股市這個問題 有關這個問題我明天會有一篇文章去談及 今天這裡不多說了 總之就是無論是拖也不拖 總之出聲是好一點的 這樣就很多人都說 李強上來之後 不見到有點太大的是做事 你一定要看李強接觸是一個什麼攤子 待會來防股要爆煲 美國又要制裁這樣那樣 接著還有很多東西 中國裏面的就業率不好 是不是 這些東西真是有爆炸的 所以你對股市這個問題 其他問題都有一道理 不到有危機不會要去處理 無論問題是怎樣都好 今天我們看到升的還是煤炭股 也有黃金、電信服務、酒店、煤體 其他的跌得最多的呢 今天到農業產品和其他半導體 是屬於包美大班的 石油及天然氣也都包美 升得最多的五大板塊就是這些 煤炭真的實實在在上升 上升了2.34% 即是昨天排第31 黃金和貴金屬排第23 今天都上升了1.2 其實煤炭行業 在某一定程度之下 都還有一定可以上升的潛力 升得多的有蒙古藍原 藍窩壁、中國巡伐 蒙古藍燈 這些全部升了約5%以上 大牛比較貴的都升了1.2% 黃金和貴金屬呢 很簡單 紙金、焦金等等都會升的 我所心疑的那隻山東黃金 就不入榜 好 再跟著有電訊 電訊方面呢 哇這些中波數據 7個線的 升了 0.6個線 那就升了8% 不過你買不買得到 買到你不敢買 那不如你想一想 就是中二道 中國電訊 是不是 甚至亞太衛星 這些都是可以想的 中信國際電訊 不要看笑 這隻在澳門經營電訊業的 所以這個值得是可以留意 中國連通訊也不用說 中國連通訊也不用說 還有一些是 餐飲和休閒 等等這些都是 豪子股、先史股 想你都沒得好想 再跟著呢 就有媒體 除了貓眼娛樂 又是一元以上 還有星空華文 是一元以上 其他都要求 你都不敢買 好了 我們看回 今天的市 今天的市 我們要怎麼看呢 要看回的就是 一年前 我將它縮小 對不起 這個就是一年前 這個股市 那個形態 在這裏見底 然後上升 所以如果這次要見底上升 就就這樣 是這麼簡單的 是不是 如果你看周線圖 清楚一點 就這樣 現在還沒看到 這樣的樣子 所以等等 是不是 好了 我只看回這個日線圖 在這裏 我們需要怎樣 對不起 做錯錯 是才可以找得到它 是 肯定地 有回聲 起碼 你要站穿這個位 就是162 這些位置 161 162 我們去看看這個 這裏的 這個位 低位 161 收於163 這裏 低位 是161 收於161 這裏 低位 是161 收於162 這裏是161至163之間 升破了這裏 也即時若莫是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這個大致上 在目前 現在這裏來講 是161 16 162 這裏 才好有得 是說 是 真正見底回聲 那現在大家可以怎樣做呢 那 找一些呢 是 有實力 有故事 就是 股票來買 好 第一次應該說東方海外 東方海外有很多貨櫃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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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給你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